若月不是别国的女人 她是我的妻子 她救了无数楚国的百姓 如果我们连她都不救 岂不是让人寒心 李王 朕并非不让你去救云若月 但现在情况复杂 你万不能离京 这样 朕会派人去雪月国找她 把她给找回来 在此期间 你先回王府等朕的消息 是 皇上 皇上 关于沈副将被瑞王的人偷袭一事 该如何处置 皇上 沈副将与王德因为琐事发生了口诀 王德不小心误杀了沈副将 请皇上放心 臣一定会从众处置王德等人 瑞王 你简直满口胡言 沈副将并未与王德发生口诀 他只是前去劝驾 却被王德这个小人通袭 你休想颠倒黑白 皇上 沈副将战功赫赫 为国家立下汉马功劳 如今却死在王德这种阴险小人的手上 臣真替得感到不值 此事早已惹得全军震怒 有道士杀人偿命 请皇上重诚王德 以暗军心 离王 沈副将 沈副将擅离职守 跟你去了边关 他本就犯了欺君之罪 这样的人死不足惜 沈副将只是听令行事 纵然他跟我去了边关 也不能抹杀他对国家的贡献 皇上 沈副将一声戎马 为国尽忠 却落到这个下场 如果不杀王德 恐怕难以平民愤 李王 朕也为沈副将之死 深感痛心 王德只是一个小兵 竟敢偷袭沈副将 简直该死 吕剑忠 传令下去 把王德及他的同伙 押入大牢 王德判斩立决 其他人一律流放在外 是 皇上 皇上英明 皇上 臣听说 臣之前不在王府时 皇上特意派了两个嬷嬷 去照顾南风和星儿 皇上如此关心他们 臣深受感动 臣提孩儿们 谢过皇上 你和若月不在家 朕作为孩子们的长辈 当然要替你照顾好他们 多谢皇上 如果没事的话 臣先回府 你去吧 去看看孩子们 你放心 朕会派人加紧寻找若月 是 父皇 这次楚玄臣犯下如此大罪 您为何不趁机隔了他的职 夺回他的兵权 楚玄臣是军事奇才 不能乱动 朕留着他 还有大用处 啊 父皇说的是 现在他的兵权被一分为三 苏明掌控一份 云青掌控一份 他只有三分之一 就这点兵权 两代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来 朕就暂时留他一命 对了 若臣 你可知道是谁掳走了云若月 这件事可真是奇怪 儿臣也不知 但儿臣猜想 雪月国内部一定分了几派 每一派都各有心思 一旦云若月回国 定会破坏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这些人才会掳走他 好 雪月人越起内讧 就越对楚国有力 不管他们怎么闹 你记住 一定不能让狸王去雪月国 是 父皇